大家新年快乐呀 这是纯纯 我15年的闺蜜 晚上她说要带我去吃一家最近汕头很好吃的西餐 这家店虽然是吃牛排的 但三个人吃的话350克就够了 不然会非常非常的腻 但我好像更喜欢吃它的炸薯条和番茄汤 哦对了 还有一个应该是属于潮汕口味吧 就是这个餐前包里面的黄油是橄榄菜黄油 饭后真的有一点点腻 我们打算买一点干草水果去茶室吃 腌制过的水果真的好好好好吃 大家来潮汕的时候一定要去试一下 这家茶馆呢 其实是纯纯他们最近新开的一家自助茶室 叫小自在 来这儿的时候我一直就在说 这里的灯光真的好适合拍照呀 今天明显的感觉就是不喜欢太吵闹的环境 就喜欢三两个朋友喝喝茶看看电影 所以现在这里就变成我们几个人饭后的聚会点